主料,高粉400克,低粉200克,干酵母10克,细砂糖134克,奶粉17克,盐8克,鸡蛋2个,牛奶300毫升,黄油60毫升,主料,烂油奶酪150毫升,蛋奶油70毫升,黑巧克力150克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主料,除黄油奶轴成光滑面团,用手上按压成并状, 将软化好黄油抹在面饼表面,加了黄油的面团初期阶段会很失年,配合花板容易正,黄油全部吸收到面团中就好揉了,这款吐司筛塔面团到扩展阶段即可,不必纠结,非要撑开变成手套模的,将筛好的面团整理成圆形,收口向下放入大保鲜袋中,进行基础发酵,晚上的天气很凉,把保鲜袋放到温水中, 可以加速发酵,45分钟左右完成基础发酵,这时的面团差不多充满了整个保鲜袋,将发酵好的面团按压抬起后,平均分割成两块,其中一块平均分折三半,滚圈后松弛15分钟,松弛好的面团进行第一次赶卷,收口处按熬,卷起时自然收口,第一次赶卷后松弛15分钟, 二次赶卷后放入吐司盒进行二次发酵,剩下的大块面团改成面皮后,将隔水打匀的巧克力奶酪酱,均匀抹在面皮上进行两次三折,切成三条后,将每一条编成栽骨辫子,将卷好的巧克力奶酪辫子,放入吐司盒进行二次发酵, 发酵好的两条吐司,巧克力奶酪吐司上,还撒了点以前做的黄油椰蓉曲奇碎,烤箱预热165度,剩下过45分钟左右就好了,白吐司要提前五到十分钟取出来,中途上下以后记得加盖一纸啊,不然就会像我一样得到一个糊吐司低,嗯,至于那个白吐司悲催的脑袋,不是我发酵的问题,而是我发酵好以后, 有无聊人士拍了一巴掌造成的悲惨结局,烹饪技巧,这款吐司对出磨的要求不是很严格的,加上后期进行了二次改选,进一步加强了面团的精度,操作起来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,浓郁的巧克力奶酪加鲜,配上一杯黑咖啡是不错的早餐和下午茶呢,可惜的是,我无法销售黑咖啡了,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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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 感觉甜一点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